整个流浪地球的世界观设定比较新 所以不管从剧情层面还是设计层面 影片中每个人穿戴的防护服都是流浪美学的重要体现 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未来的世界的设定上 防护服可以分为民用和军用两种 从设计层面尽量写实和以功能性为主 其实直观上就是民用的要软 军用的要硬 我们这里面演出员队的这一切的人 这些人都是要穿的这个外部的装夹 这也是从流浪地球一开始就定下来的设计基调 重工业质感 在制作这些装备时是和北京的一家物理特料公司 421工作室合作的 我们制作了五套外补和装备 15套头盔及背包 还有19套的软质防护服 不同的颜色 版型 材质 织物密度 细致到单个材料的外形和重量以及感官 我们进行了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的调试升级 防护服的制作重点在于穿戴的便捷性和运动的灵活性 我们会根据每个眼人的身体尺寸来定制防护服和外补各种 第一个见到这个服装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震惊 它的质感非常好 胳膊上的那种机械感特别强 这次合作最棒的一点是可以和西西兰的维塔工作室协定制作 他们在制作同类装备上有着松阔的经验 我们有了很幸运的工作与伴侣伴侣伴侣 和制作者Gong Greer 在《维塔的电影》中的《维塔的电影》中的电影 他们接到我们 与我们的美丽的设计工程度 做到中国的制作者 和问我们能帮助作为《维塔的电影》 除了制造防护服务和外骨骼 我们还制作了许多其他的特殊道具与你拍摄 制作也好 拍摄也好 方方面面都会有困难 如果你这样的话 你几乎没有办法做什么 怎么打门也打门不到 原先那个 希望观众能看得到我们的坚持 我们其实能够看到成长 就像电影本身一样 他是一个孩子 在最初的时候 可能刚学会走路 但今天可以小跑起来 这些都是成长 我觉得这件事还挺值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